陶仁机场是东亚重要空运枢鸟 为了感谢机场各部门的不断努力 陶机公司20号举办了服务楷模颁奖典礼 表扬26名优秀的工作人员 这里头名单包括是替外籍旅客 找回丢失省里的地勤人员 还有帮助流浪美籍青年回国的观光署人员 陶机公司那么总经理范孝伦就表示说了 机场有3万名的伙伴功不可没 陶仁国际机场20号举办服务楷模颁奖典礼 表扬26名机场优秀工作人员 陶仁机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 各单位楷模温暖贴心的服务 让每位旅客宾至如归 这次颁奖要表达对他们的敬佩之意 像是这位协助流浪三天的美籍青年 回国的观光署服务人员也获得奖项肯定 我们光署这边很多外国旅客 如果真的有这种困难 我们都是转借给有邦交的 就是可能是外交部 或是那个经贸办事处 像我们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这样 以热心服务成就国民外交的 还包括替旅客找到遗失行礼的航空公司人员 以及职业班遇到意识不清的病患 紧急赶到现场救治的护理人员 旅客是来这边玩 所以他待这里也只有四到五天的时间 那我们就是需要在这 他待台湾的时间 就是尽量帮他找到他的行李 那我们就很尽快速就是 插管跟给氧气给药这样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送到医院 也有美食广场的服务人员 凭着一股真诚和热情 得到旅客肯定 提到印象深刻的经验 他表示有次看到推着婴儿车的旅客 主动上前帮忙送餐 后来旅客又特地来找他探班 我就想说 原来就是其实你平常的一个服务的小细节 都会被客人看到 陶仁机场每年举办服务凯模票选活动 分成十二个类别 由各驻机场单位推荐优秀人员 二十六位凯模在各自领域 尽其所能为旅客解决疑难杂症 成为员工学习的标杆 更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 记者王小华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